我觉得这个比150家自助餐好 今天咱们去吃深圳最便宜自助餐 这家店是粉丝给推荐的 兄妹这位粉丝是优秀的无产者 不吃好的不吃贵的就吃最便宜的 深谙暴打消费主义的精神 用一个字来干货就是 可能和老马一样穷 这家店是15块钱自助餐 我当时看到还以为是哪个黑粉 想要拉肚子呢 在深圳的15块钱还能吃到自助餐 沙县老马都哭了 我以后还怎么卖鸡腿饭呢 今天我坐地铁过去 深圳的地铁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到现在见过三个地方的地铁 是有分等级的 香港它的地铁它有分头等舱和普通的 礼拜地铁它是有分金卡和银卡的 最后一个就是深圳的 深圳的地铁应该是中国大陆 唯一一个分商务车和普通坐的地铁了 今天正好来试一下 这个商务票就是普通票的三倍吧 对 第一次看到这个商务车上去 我还挺懵逼的 都商务了 谁还坐地铁啊对吧 最起码也打个车呀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商务票 山本那片区域拦起来了 就是被拦的这一块就是商务座了 其实这个商务座不是为了装逼啊 它有着非常实际的需求啊 现在也只有11号线机场现有 票价是普通票价的三倍 我觉得嘛就是给一些去机场啊 或者提大链行李人 或者是不想太挤人一些方面吧 我又做饭了 我本来是要去车公庙的 这一下又做饭了 我说这一下怎么那么长呢 我普通确实还是有点区别的哈 这边没什么人 那边看起来非常挤 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早上8点做的11号线啊 非常挤啊 就是你要是再拿个洗礼箱的话 估计是很难挤上去的 商务座就是长这样的 人比较少不挤 座位是靠背的软座 还有一些地方放行李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好或者嫉妒什么的 因为这个完全不影响普通的仓袭的 像一般地链的话 普通是有六节的 它这个也是有六节 只不过额外增加了两节商务座 我自己体验它还感觉真是挺好的 就也没有多贵 我坐这一趟是12块钱 就是比普通票贵三倍吧 反正总的来说分点也就是30块钱 比打车真便宜太多了 这个商务座真的挺好的呀 就是差异化服务嘛 就像火车呀高铁还有飞机 他们都有头等舱和普通票嘛 过去以前不是拍过一个 6万美元的头等舱吗 对于很多人来说 6万美元和500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不选择更好的呢 就像对于我来说 3块钱的百事三和2块钱的 仪宝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为什么不选择 1块钱的冰露呢 到了 这就是咱们15块钱自助餐 过去看一下 这边15块钱一位吗 对 然后要收集快点压机 好的好的 刚才是我建国最便宜的自助餐 看起来感觉还挺好的 对于是用的地道的同工的地方 对于是用的店呈 ships 近期间的自助餐 たくさん要用了 金项目大部分 程度跟辟订的 还有一天 三和很多 山脉 桃 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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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有沙拉加这个小蛋打甜品 真的是太疯狂了 这边有些粥 这边一些汤 还有这个白粥 这么多咸蒜 大哥你拿这么多能吃的完吗 拿的真的挺多的 怪不得这么多能吃 实在是太便宜了 我拿了十来种菜 这个东西竟然卖15块钱 我觉得它其实卖个贵一点 翻个两倍 卖个30应该也没有问题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吃一个这个豆腐吧 感觉味道还挺好的 它这些所有东西加起来 估计都有三四十种 你不敢想象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便宜了 恐怕在三线城市也找不到 更荒唐是深圳的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沙县啊 在这家店面前是真的没有竞争力的 胡萝卜 西兰花 还有豆角 豆腐 小蘑菇 蚝片 竹笋 还有鸭肉 还有鱼肉 还有鱼肉 我都没有去拿 大家觉得是亏了还是值得 我觉得这个比150家自助餐好 其实我一般都很好吃自助餐的 像高档的话 四五百一顿 觉得有点贵了 便宜的话一二百的自助餐 我一般都只吃素菜 因为那些牛肉啊羊肉啊 你不知道是不是很牛 所以说我也懒得猜 我刚刚又不吃了 这个15块自助餐 你就根本不会有想要去猜 他到底是什么肉的想法 只要吃了不拉肚子就行 免费的奶茶哈 尝一口他们这里的奶茶 不知道大家在上学的时候 喝没喝过学校里面提供的奶茶 这个大概就比学校里的奶茶 再吸个十倍吧 我细细品尝了一番 确实有一丝丝奶茶味 不错 尝一下这里的炒面 这个炒面嘛 里面有鸡蛋 有胡萝卜还有豆芽 不是特别好 但是不难吃 在尝一下这里的鸭肉啊 15块钱自助餐还能吃到肉 就简直是奇迹哈 鸭肉味道还可以啊 还可以 再尝一下这个猪肉 现在外面的猪肉嘛 好像要四五十块钱一斤嘛 15块钱还能吃到猪肉 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啊 拿一点这个水果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人拿 这个外面好像还挺贵的 不过以前在台湾吃的时候 25块钱才一小碟呢 到这边居然免费拿都没人要 我最后再点评一下吧 嗯 真不错 环境八分吧 虽然价格很廉价 但是它的状优像是 人均三十至五十块钱的 方方面都比沙县要好 口味的话就是中规中据 来这里吃快餐的人嘛 也就是图个饱对吧 吃饱就行了 性价比现在我真的很难给出答案 如果它不拉住的话我给它9分 如果拉住的话只能给到2分 我可能晚点再告诉大家 我现在就站在饭店外面 看看这个建筑 你能想象出来里面是个15块钱自助餐吗 这家店简直就是餐饮中的罗宾汉了 拯救万千穷人于水火之中 沙县看了会沉没 兰州看了会哭泣 一路快餐深思海 从此沙县是路人 看了会儿 店员 店员 感谢观看